各機關五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合配合到有報進前 全國各級學校已經講實立有二合停止到學校 技動博昂照國 合部中心補習班 訂訂各類到有幾個也配合停課 請社會學生停止全校在出於學校 官長長良也在算上學校的第一天 上官全校以立國社關心社會到學的進行 官長官長良說這次停課不停後 涉及以现代自行忙碌 解决客室的问题 第一天开始出现很多暖胜 因为全国共同输用相关客室忙碌 自行忙碌博両 无法提供博物 而且部分的孩子出来忙碌不稳定 告诉算上受客室 三星经济重控 因此今天特别来视察 中车告犹处收集 今天占对算上到学 学生到学校尊所监控 进行通通行了解 像我们刚才在示范的班级里面 在前一节课的连线是正常的 但是在这节课 只有五位小朋友能够连线上来 我想这是整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包括国家的教育平台 包括我们学校最常使用的英才网的部分 在今天都也是陆续出现状况 我想这应该由全国通面的去检讨 这个数学平台 如果是真的要提供学校 要做同步的使用 或者非同步的使用 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配套方式 我想这一次的唐达九天的停课 也正好给不只是嘉义线 也是给全国的一个学校 一个很好一个整备的阶段 那停课不停学 所以就涉及到怎么用现代的资讯网络 去解决学习的问题 那第一天确实有很多的乱象 那包括这个整个全国 大家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网络 造成很多网络没有办法服务 爆量 那再加上有些家里面小孩子 可能家里面的环境没有那么好 包括资讯的整个网络 没有那么不稳 没有太稳定 所以跟老师在做连结的时候 也产生很多问题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看 那我也请教育处 那整个收集 今天一整天 所有的线上教学 包括学生到校里面的人数的情况 做一个统筹性的了解 那这一次停课只有停了九天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这次的停课 也可以为未来的线上教学 做一次总体检 也做一次总检讨 这次停课总共停了九天 我传言说 希望透过这次停课的经验 也能为未来三上九校 做一次总体检及总检讨 台湾的疫情不可已切 未来是不是会再次停课 疫情是不是会有好多路来 没人知道 因此学校应该随时准备 做算上九校 这次是台湾第一次的经验 希望在累積上关经验之后 可以解决赴到的问题以及观点 这是当前解决准备的重要事情 大家要共同努力 西新新闻中来信 以热乡彩虹报登 各位乡亲世大大家好 我是管长 翁张良 历情越来越严重 有人问我 这样到底要怎么办 虽然严重 但是大家不能听误 拜托大家 做好三件事 不必要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出门 我水冷 跟水冷 跟水冷 做好这三件事 真重要 各位乡亲 各位市团 按照政府的支持 大家团结 对抗病毒 不必要 拜托大家 不必要的时候 不要出门 我水冷 跟水冷 感谢 多谢 老蓝 书期可以重来 但人生的取集 不能重来 加入AI科技特色班 设计属于你的未来 在嘉义县 永庆高中 跟竹崎高中 拥有专业的 AI科技师资 软硬体设备 以及大学资源 欢迎大家来 报考AI科技特色班 无缝接轨 世界酷科技